上個禮拜的第3次上課 主要我們講了有關邏輯 判斷部分 那當然邏輯基本上我們上禮拜 有講到非常重要的 像那個 一重邏輯就是只有if 什麼條件 然後then andif 中間就是如果那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才會去做 那另外就是加個else 就兩重 然後再來加lif lif 如果你elf就三個 等於兩個以上 反正你 如果還有其他的條件的話 那就繼續加lif 一直把lif 那這樣的話其實已經足夠 大部分的那個邏輯的 判斷需求 ok 那所以第一個這非常重要因為 所有城市裡面基本上 幾乎都會有邏輯判斷 ok 任何事情反正你要讓他自動幫你做的話 通常會有邏輯判斷 那重複做的話那就是回圈 ok 那所以這兩個搭配起來 我想應該如果你要提高工作效率的話 這兩個應該都是必要的 ok 所以城市裡面 這些東西都去另外的話 邏輯裡面頂多 可能還會再增加那個交集 用and 比如說你可能有一個條件 兩個條件三個條件的話 那你可以這個條件 and這個條件 and另外的條件 那你可以一直and下去 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的邏輯好幾 就是好條件好幾個的話 那你可以再用and 再做交集 ok 那或者是偶 偶的話就是或 and是 如果你有兩個條件 那兩個條件都要為True的時候 這個條件 才會跳到True的部分 反之的話呢就是 就跳到Else 其他的話呢 當然我們上禮拜主要有 還有講到有關那個 就是在把那個 函數 變化成VBA的相關說明 那不外乎就是輸出公式 ok 一直強調 反正今天已經是 第四次上課 基本上這個 就必須要把它熟練 另外怎麼樣再把它轉換成VBA 那這個所謂的VBA就不是單單只丟那個你 Excel裡面的公司丟到儲存格而已 就是說你要想說VBA裡面有沒有什麼 對應的函數 就是不是用Excel的那個公司的方式 就是利用VBA裡面內部的 這個什麼 這個函數 好來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當然我們上禮拜有提到 如果你這部分不是很熟悉 回去可以再看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有Sub有Function 然後其他我們又補充一個 如果將來呢 你做完之後 邏輯判斷之後 當然主要是希望在 資料上面 比如說某一方 某一種資料 你要給不同的格式的話 那怎麼利用VBA做那個條件 就邏輯有沒有 然後基本上就回圈 一個範圍 然後幫你做判斷 如果某個條件 出現的話 那你要給不同的格 像我們上禮拜有ABCD OK 那ABCD是 這四種 其實已經足夠一般性的那個功能去 比如A的話就是變個藍色字 OK還記得怎麼做吧 Fone Color 那顏色的話就RGB OK RGB的話呢 最小是0 最大惡物嘛 就是紅色 有點像一個調色盤 RGB 紅綠藍 OK 然後呢我們就可以做出 包含 變換那個什麼 你儲存格裡面的 字的顏色 B的話是變個底色 有沒有 所以字的顏色跟底色其實大概就夠了 因為一般 你要凸顯那個某部分的資料 那你這兩個 另外就是我要多講一個就是 多個框框 有沒有 表格框線 那框線基本上工作上用到的機會也非常大 所以我順便講一個Bolders 物件 另外的話呢 第一的話就加粗體字 OK如果你要加粗體 就有個Fone.Bold 等於True或Force 就要跟不要 OK 那這部分的話呢 都在雲端上都有 所以如果你要複習的話 你要不就是到那個雲端白板裡面 OK裡面的話當然我們這邊有 邏輯函數 你就找到對應的這個程式 那上個禮拜的剛剛講的東西 這邊其實都有 那你回去再花一點時間 把它稍微複習一下 我想應該OK 然後再來的話呢這邊有影片 反正回去的話 如果實在是細節部分呢 不是太清楚的話 那你可以再把那個像我剛剛講的 有沒有邏輯啦 變換顏色啦 有沒有 自訂函數到and or這個邏輯 等等等等 還有再來就是 畫框線 有沒有畫框線 其實 畫框線呢你只要熟悉 第一個是Range物件 比如說你要畫的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這個Bolders框線 OK 然後你就點Color有沒有 等於 RGB如果紅色的話就25500就可以了 OK 那你就 把那個框線也畫 不然的話 之前同學是問到說他VBA做完他不會畫框線 這怎麼做 另外的話呢 還有就是說呢 註解的一些方式 還有就表單 最後把表單設計完之後 做啟動的動作 所以上個禮拜 最後我們是做到那個啟動表單 那也就是說呢如果今天 當我啟動表單的時候 有沒有他會怎麼樣 他會自動幫我把那個做出來 OK這邊啟動內容 比如說把啟動內容 打勾 有沒有 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 就是我們做了 由外到內 還記得吧 就是 這個地方 我們先做成績系統 底色換成 淺藍色 然後由 外到內 由左到 左邊的話就是 放了 四個label 不過底下這兩個還沒改 那就做一個 然後其他的話用 Ctrl鍵按住 拖拉拖拉拖拉 OK 這是label label在那個 工具箱裡面是大A 有沒有OK 然後這邊是小A小B 然後這邊的話是一個按鈕 那當然如果要啟動它的話 我講過你可以隨著工作表 啟動就啟動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啟動表單 OK 那這個啟動表單 上禮拜講過了就是一個SARB 這個SARB的話呢就是把它 給 顯示出來 它叫做User Phone 1 顯示的話就點show 所以其實基本上就一行而已 OK 那 今天的話我們要接著再繼續來看 那上禮拜的部分 如果 有些細節部分假如不太清楚的話 那請各位 第一個啦還是一樣 那先把什麼呢 那個 我們 就是上個禮拜那個表單有沒有 OK按右鍵 插入一個表單 OK 制定表單 然後在這個表單上面 由外而內 外的話就是 這個表單 本身 表單就是這個 User Phone 我們大概改了一個Caption 所以這個 外面我希望改這個東西的話 它在Caption OK 然後 這個顏色的話呢 它在Big Color 所以這邊有個Big Color OK把它改過 另外的話呢 這個東西的話 基本上呢 它就是 在這邊有個大A 你就點它拖拉就可以 那變得哪一些呢 其實好像變得它的Caption 一樣 大概就是Caption 這個屬性嘛 然後 底色我改 改成 淺黃色 字的顏色 字的顏色在 在這個Fone 不過這個Fone 同學有時候常常找不到 它特別之后 它在哪個地方呢 它在旁邊點一下 必須從這邊有 一個 點它之後 它才會跳出一個小的按鈕 從這邊把它 點擊開來 然後我記得好像 把這個字大概放到16吧 把它放大一些些 再來的話就是這邊 放那個工具箱裡面的小A 小B 然後另外這個跳出來 OK 比如說字16吧 然後看你要不要其他的字型 這個 等等 反正這個我大概 再來的話 這個其實沒怎麼變 小A小B 不過最重要 我是建議這個 它的預設字的大小好像是9號 是太小 所以你是打上去之後你發現 奇怪怎麼字 你該把它改16號好了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 叫做命令按鈕 那基本上呢也大概只有 改幾個地方 包含就是 它的字的大小 還一樣這邊 然後 它的什麼呢 它的Caption Caption是新增 本來好像叫什麼 Combin Button 之類的 然後看 底色被Color 你看要不要改 OK 基本上 我們 上禮拜大概就先把這個表單給做出來 不過我跟各位講 這個 其實 其實在設計表單裡面 用VBA來做表單算是非常非常簡單的 如果你要用其他的程式要產生一樣類似像這樣的表單 非常麻煩 像如果你用你是寫Python 你Python要做個表單 遠比它還要 複雜麻煩非常非常多 OK 它的好處就是這個 你大概只要 把它開起來制定表單 這個功能大概會用 你很快 就可以設計一個跟使用者之間 可以互動的一個 溝通的UI了 一般叫UI OK 就User Interface 跟使用者溝通的一個 算是一個界面 OK 那再來 待會我們就要接著來看 我現在啟動了 但問題我今天的需求是 我今天是希望填的資料之後按新增 他就幫我把它填到這邊來 並且自動產生這三個東西 前四個是 把這四個填到這邊來 OK然後三個是自動產生 因為後面三個其實都可以用 公式自己去算出來 當然你不是說你做一半的 OK你最好是一套全部做完 那最後再幫我怎麼樣 把這四個裡面的東西清空 並且游標再回到最上面 讓他一個cycle OK 他就可以打完 最好是打完之後 Enter 自動資料就丟到這邊來 最好當然 這個框線也可以幫我畫一下 比如說如果 你剛開始只有丟資料 但如果你希望更完整是 丟完資料 順便把他的格式也全部都一次做完 那這樣的話 感覺 就應該是非常實用的一個東西 但你可以改變了 以後你只要要填資料 比如讓人家輸入 就類似其實 只要是 就是以前的紙本作業 你都可以用這個把它做改變 電子化 現在 幾乎每個部門大家都在推 電子化 可是問題 有沒有要花人力 但如果你不想 花 人力花錢的話 其實這個是最好的選擇 以色友就有了 你合理還要省盡求援 對啊 可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 先還給各位 把那個上個禮拜最後那個表單部分 也要把它熟悉 因為這表單其實非常的好用 如果你不想要 特別花 一些費用的話 去 再另外找工具 我覺得以色友裡面就已經提供你一個 非常好用的工具了 如果你用其他工具來做 其實我也試過很多其他工具 我發現沒有比這個更簡單的 第1個第2個其他工具 也沒 它本身像Python本身也沒有Excel 你存要存哪裡 你還要在學會資料庫 那在Excel很簡單 Excel你就把什麼 Excel當資料庫就好了 那你也不用特別去再去學一個資料庫 所以我覺得 如果 你們只是 比如說一個單 簡單的部門應用 或者是說你只是說 你跟客戶之間 或者說你小部分少量人使用的話 目前來說 用 Excel VBA的表單 加Excel 把Excel當資料庫 這個選項我想應該是 花費最少 然後 困難度最低 OK 這一個選擇方案 不然這話說真的 你如果要用其他方案 你光要學習 把那個工具學會 真的就不像VBA這麼容易了 你可能要花更大力 像比如說 你們家如果對 其他工具還有興趣的話 比較下來 比如同樣學習東西 Excel VBA跟 Python跟R比起來的話 當然 Excel VBA 相對是 比較親切一些些 OK 他就在這邊 而且 其他工具都沒有Excel 所以變成他怎麼樣 他另外找一個資料庫 去存放資料 但是VBA本身 就具備Excel 另外 基本上任何電腦都已經有安裝Excel OK應該可以這麼講 如果那台電腦沒有裝Excel 那那一台電腦怎麼用 很多人基本上不會用 對 所以理論上 這個方案應該算是 最普遍簡便 目前來說 OK 所以 可以把這個學會 那之後的話 大量的去應用它吧 我覺得 大概 我剛講的這些東西 盡量把你們需要的 最重要的部分跟各位講 至於其他變化 你會自己再去 想方設法去 把一些 你們平常工作的 的一些流程加進來 OK 試一下 再次 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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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